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产生内热 骨口舌生疮 便秘等疾病 这时候就需要通过调整做息时间和饮食结构来改变身体状况 把这些小毛病扼杀在萌芽当中 避免小问题变成大毛病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蒜苔 樱桃 被称为小满食节的三线 这三种食令蔬菜水果都有哪些营养价值 一 小满之后吃 蒜苔很多人不喜欢吃大蒜 咸大蒜那骨刺鼻的蒜臭味无法接受 那不妨试试吃蒜苔 蒜苔是大蒜幼苗 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 具有蒜的香辣味道 是一种人们喜欢食用的蔬菜 蒜苔可以跟老陈醋一起腌制成凉菜吃 腌制后 蒜苔表皮的纤维素可以更好的软化 刺激大肠排饼 调制便秘 同时醋也有收敛 止血的功效 多食用醋编算材 能预防痔疮的发生 二 小满之后吃 黄瓜 黄瓜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 因其清香鲜嫩深受大众所喜爱 为人体提供了各种微量元素和各种生长发育所必须的维生素 深绿的刺身带着嫩黄的花 洗净后狠狠咬上一口 那个清脆鲜别提多爽了 市场上还有新鲜的还带着黄花的小黄瓜 凉拌或者炒都好吃 黄瓜中含有较多的苦味素 尤其是维度 能降火 开胃 吃的时候可千万别把它扔掉了 另外 黄瓜中含有饼醇二酸 能抑制脂肪的洗手 享受身的人可以适当多吃血 三 小满之后吃 樱桃夏天来了红艳艳的樱桃 让人垂涎欲滴 樱桃中的红色主要是花青素 又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帮助盐管衰落 而且樱桃的颜色越深 表明花青素的含量越高 多吃些对身体的帮助越大了 樱桃还富含铁元素 每一百克樱桃中 含铁约飞5.9毫克 如果有缺铁性贫血的人 可适当吃些樱桃不去 樱桃节气之后 除了可以多吃这三种食令蔬菜水果 还要注意去吃 湿气是百病之源 樱桃之后气候湿者 加上人们自身的不当饮食习惯 难免会不同程度受到湿邪的侵袭 饮食上可以多吃些赤小豆 异己人 绿豆 冬瓜 丝瓜 豆 胡萝卜 西红柿 西瓜 莲子 山羊 鲫鱼 草鱼 鸭肉等食物 各位朋友 你喜欢吃上述这三种小满节气硬季蔬果吗 你还知道哪些小满节气的习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